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雨昕伦 拜登总统今天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开始管控枪支 条款包括打击幽灵枪 及那些用零件自己组装没有登记的枪支 同时为犯罪率高发的社区进行投资 阻止犯罪事件的攀升 然而就在昨晚前NFL的球员菲律普亚当斯开枪杀死了5人 其中包括2名小孩 随后他也开枪自杀 2021年虽然只过去了三个月 全国却已经出现多起枪击事件 为此总统拜登敦促国会尽快通过枪支管控立法 并且今天他也以行政命令的方式 开始打击枪支泛滥问题 今天拜登携手司法部长Garden宣布一系列枪支管制措施 希望遏制枪击案不停的爆发 新法令包括管控幽灵枪 即自己购买零件后组装的没有登记信息的枪支 还包括注册手枪托 以及为犯罪率高发社区投资 减少当地的犯罪案件 总统拜登表示 他希望国会能够立法管控枪支 但在呼吁多次无果后 总统决定自己先开始行动 而就在昨晚 一名前NFL球员菲利普·亚当斯 开枪射杀5人 随后举枪自尽 据了解 亚当斯现年32岁 曾效力过旧金山49人 新英格兰爱国者等队 而死者则是他的医生 现年70岁的Robert Leslie 还有Leslie69岁的妻子Barbara 以及他们的两个孙子 此外不幸死亡的 还有一名正在他家里做工的工人 而根据当地警局通报 Leslie医生在当地非常有名 连警局发言人 都是从小去找他看病的人 根据匿名消息透露 亚当斯也是Leslie的病人 案发前不久 Leslie停止给他开除更多的止痛药物 而这可能是导致枪击案的原因 另一方面 今天下午德州布莱恩市再次发生一起枪击案 目前导致一人死亡 四人仍在抢救中 目前警方已经将嫌犯逮捕 并确认他是事发公司的一名员工 4月5日洛杉矶Montry Park 一家中餐厅里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两人死亡 而在6日晚间 嫌犯在美墨边境被警方逮捕 保释金设为200万元 此外调查人员还发现 案件中的女死者与嫌犯是夫妻关系 怀疑这是一起情感纠纷 引起的谋杀案 而案发现场视频最近也在对外公布 在这里要提醒您 画面有大量的写信内容 请谨慎观看 警方目前已经确认 两名死者与嫌犯的身份 4月5日晚6点 现年38岁的静一新 拿着一个纸口袋 静止走入洛杉矶 萌市Guardley大道旁的餐厅音乐串八 当时静一新走到受害者的桌前 突然从纸口袋中掏出手枪 向坐在桌子前的男子开了竖枪 而坐在对面的女子 立即去抢夺嫌犯手中的手枪 结果也遭到男子的射杀 案发时 餐厅里的大部分顾客与雇员都逃出门外 而枪手则再次对准男性死者 又补开竖枪 根据落线警局通报 女性死者为王玲玲 36岁 是嫌犯的妻子 二人育有两个女儿 分别为9岁与12岁 男性死者名为李翟鸣 37岁 居住在Promona 警方于6点28抵达案发现场 但两名受害者已经死亡 但警察在调查过程中 锁定了嫌犯的身份信息 随后在4月6日晚间 落线警局在与FBI和联邦海关系 边境保护局的配合下 在美墨边境将嫌犯静一新逮捕 4月7日 嫌犯被转交至盟市警局 明天4月9日 静一新将在阿罕布拉最高法院出庭 对此 盟市警局表示 他们不认为案件是种族仇视性犯罪 因为死者与嫌犯的关系 怀疑这可能与情杀有关 所以警方也敦促了解详细信息的民众 积极提供线索 可以致电Sheriff's Homicide Bureau 电话号码为323-890-5500 国内针对亚裔人群的仇恨犯罪事件 仍在持续上升 就在本周 纽约市的变异警员逮捕了一名 针对亚裔人群仇恨犯罪的女子 另外即将代表美国参加东京奥运的 一位日益空手道代表 不久前也在陈县遭到了种族歧视 而Fullerton的一名男子因为用石头袭击了一对亚裔母子 将面临最高6年的有期徒刑 数周前 纽约市执法部门派遣便衣警员 来监督当地针对亚裔人群的种族歧视 以及仇恨犯罪活动 而就在本周二下午 一位50岁的非裔女子 在唐人街的一家美甲沙龙被警方逮捕 部门表示 该名女子不仅骚扰了该家企业 并且她还使用了侮辱性的种族语言 来威胁店内员工 不仅如此 女子在事后还开始言语威胁街道上的每一个亚洲人 然而 其中一名亚裔男子 正是纽约市执法部门的便衣警员 目前 该名女子因涉嫌骚扰和仇恨犯罪等行为 被纽约市执法部门拘留 而整个案件也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部门指出 即使警方在近期进一步加强了执法力度和监管机制 但国内此类仇恨犯罪事件无疑仍在持续上升 就在不久前 一位即将代表美国参加东京奥运会的空手道运动员 也在加州城县地区不幸遭到了迫害 据悉 据悉 案件的受害者名为Sakura Kokumai 而在今年下节的东京奥运会中 她将成为国内守卫有资格参加空手道大赛的美国代表 然而 就在她与往常一样 在当地的公园训练时 这个饱含种族歧视的遭遇 却打了她一个措手不及 同时 在距离不远的福洛层地区 一名28岁的男子 还向当地一名亚裔女子和她年仅60的儿子发动了袭击 据当时人表示 该位男子在事发当时 向亚裔女子的车辆投资了两块石头 并打碎了挡风玻璃 目前 该名男子因涉嫌仇恨犯罪 以及人性威胁等数项罪名而被警方逮捕 而她最终也可将面临长达六年时间的有期徒刑 根据最新的数据 全国目前的新冠肺炎新增病例数比两周前激增了超过20% 防疫专家福气警告称 全国正在面临一波疫情高峰 与此同时 国家疾控中心指出青少年体育活动 或是助长疫情反扑的因素之一 而病毒目前正在年轻人之间广大的传播 白宫首席防疫专家福气警告称 全国正面临新一轮疫情的高峰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新冠数据 全国昨天的新增病例超过6.1万宗 而这一数字虽然略低于上周 但仍比两周前高出了20%以上 此外更令人担心的是 国家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指出 英国变种病毒已成为国内最常见的新冠病毒 而该病毒比原病毒更具传染性和致命性 对此福气指出 增加接种人数是防止病例再次出现大规模激增的关键 与此同时 青少年体育活动可能是助长近期新冠疫情反扑的因素之一 CDC表示 青少年体育赛事和课外活动 正在促使新冠病毒在儿童之间传播 卫生官员指出 随着孩子们继续进行室内体育活动 例如篮球 趋罐球和摔角 这将导致部分地区的新冠病例激增 CDC指出 去年12月 在佛州的一个高中校园内 爆发的一起38人群聚感染事件 就与校内的一场摔角比赛有关 而密尼苏达州 当地官员则表示 早前一起68人 集体感染英国变种病毒的事件 也与青少年体育赛事有关 为了控制住病毒 在青少年之间传播 CDC建议 减少学生在室内逗留 以及运动员之间 近距离接触的时间 俄罗斯和乌克兰近期 在顿巴斯边境地区 集结了大量的坦克和武器装备 也让双方的紧张局势迅速加温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今天访问了该地区 在谴责俄罗斯的同时 也呼吁西方国家 让乌克兰尽快成为北约正式成员 俄罗斯东部军区 从3月29日开始举行 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共有大约1.2万军人 3000件军事装备 60架飞机 10余架无人机参演 随后乌克兰也为了捍卫主权 在顿巴斯地区 集结了数千名军事人员 双方形势一触即发 乌克兰军队总司令 空木查克 甚至在3月30日前往国会时强调 现在已经进入了战争爆发的危险边缘 因此今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也已经前往了该冲突地区 他在随后发表推文表示 在这困难的时期 自己会与士兵在一起 他也同时提到了 昨晚有名23岁的乌克兰士兵被杀害 他也感谢了士兵们捍卫国土 并且会铭记所有为此牺牲的战士 俄罗斯方面则称 该国可以认为在必要的地方 部署其部队 并强调他们并不会威胁任何人 克里姆林公方面也指责乌克兰当局 为了国内政策的目的 试图煽动东部地区的紧张局势 克里姆林公方言人佩斯科夫 也警告西方国家 如果武力介入乌克兰 俄罗斯一定会采取必要措施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发表讲话说 在该地区的局势如果严重升级 可能会毁掉乌克兰 国际社会目前也在紧张关注 该地区的形势发展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则在本周二再次要求北约 和其主要成员国 快速批准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申请 泽连斯基认为加入北约 是唯一尽快结束战争的唯一途径 过去两天里 他已经与英国首相强生 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通了多次电话 并希望他们可以帮助乌克兰 打开北约的大门 这块充满争议的地区名叫顿巴斯 从2014年以来一直有武装势力 与乌克兰的政府军发生冲突 目前拜登总统也已经在上周发表声明 许诺对乌克兰不可动摇的支持 不过尽管美国全力邀请乌克兰加入北约 但其内部以德国为首的不少西欧大陆国家 依旧对此表示反对 缅甸军方自2月1日发动政变 夺取政权以来 引发长达数周的抗议活动和暴力升级 曾经呼吁释放翁山苏基的缅甸驻英国大使 绝扎敏突然被禁止进入使馆 抗议人士齐聚大使馆外 敦促英国政府介入处理 缅甸军政府发布正式通知 缅甸驻英国大使绝扎敏 因为支持翁山苏基政府而遭到撤换 绝扎敏昨天表示 他被锁在大使馆外不得入内 四名外交消息人士说 副大使已代表缅甸军政府接管大使馆 绝扎敏曾在上个月发表声明 敦促缅甸军政府释放遭霸处的 文人政府领袖翁山苏基和总统温敏之后 军政府随即将他召回 绝扎敏在声明中说 外交是对眼前僵局的唯一回应和解答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对绝扎敏的勇气表达赞赏 并在推文中援引上述声明 绝扎敏之身被锁在门外 不得进入大使馆的消息曝光之后 抗议人士齐聚缅甸驻伦敦大使馆 绝扎敏对现场媒体表示 在我离开大使馆时 他们闯进来占领大使馆 他表示他们说自己已接获当局指示 不让我进去 绝扎敏敦促英国政府进入处理 不过英国消息人士表示 英国政府依照外交政策 必须同意军政府做出跟绝扎敏有关的决定 印度第二波新冠疫情来势汹汹 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施特拉邦当局 怀疑一种新变种病毒 在短时间内大量传播给民众 新德里市政府已经实施宵禁 并至少持续到本月底 北方邦的首府勒克闹等地 也于8日晚间开始宵禁 印度3月已从18个省级行政区 超过1万个样本中 发现一种双重变种的新冠病毒株 这款病毒株最近已传播到美国 印度最近陷入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危机 除庞哲普省新增病例 有81%是英国变种病毒株之外 疫情最严重的马哈拉什特拉省 也发现了传播更快的新变种病毒株 当地电视台引述 马哈拉什特拉省卫生厅长托普专访表示 我们怀疑有一种变种病毒株 可在较短的时间内影响人们 他又补充 当局正在对样本进行检测 以验证上述判断 样本已送往国家疾病管制中心进行确认 当地新冠肺炎工作小组成员表示 印度维杰医学院微生物团队已清楚确认 印度出现一种与英国变种病毒株相似的病毒株 这种病毒株正在迅速的传播 印度过去24小时新增病例又创新高 达到126,789例 是全球新增病例最多的国家 并有685人死于新冠 为对抗疫情 印度中央政府已通知各省为工作场所施打疫苗做好准备 扩大疫苗接种覆盖范围 印度总理莫迪也推文说 自己在全印度医院接种了第二剂新冠疫苗 呼吁民众尽快接种疫苗 在著名电影阿甘正传中 男主角跑步穿越美国的桥段 给不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然而近日有一名罹患糖尿病的男子 为了证明自己与鼓励病友 于是他从加州的迪士尼乐园 长跑到了佛州的迪士尼世界 引发了轰动 而男子最终的长跑目标 是从西海岸穿越美国到东海岸 据悉这名跑者从加州迪士尼乐园 一路跑到了位于佛州的迪士尼世界 并受到当地民众热烈的欢迎 跑者表示 到达终点时 他感到精神振奋 据介绍 这名跑者名叫唐 今年58岁 来自德州 是一名铁人三项运动员 他此次长跑的真正目标 是从太平洋跑到大西洋 在佛州的迪士尼 只是做短暂的停留 而这源于他与一个朋友的交谈 据悉堂自己也是迪士尼的粉丝 因此就把佛州迪士尼纳入停靠点 而他还将继续完成剩下的旅程 然而唐决定这项里程数 高达2800英尺的长跑 背后最大的动力 是他想证明自己所患的糖尿病 并不会阻碍他的运动生涯 同时也向其他患有此病的人证明 他们也可以做到 沙家缅度一家酒吧 发布了一张复活节的宣传海报 不少居民指出这张海报看似搞笑 但却包含了一层反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主义 目前酒吧已经暂停了所有的宣传活动 并向公众表达了歉意 据悉 这个备受争议的海报 出自沙家缅度当地一家酒吧 而海报的画面显示了一个复活节彩蛋 穿着一顶犹太人小帽子和服装 来宣传各种酒精饮料 然而不少当地居民 却指出这个看似搞笑的海报 却包含了一层反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主义 据自本周 该家酒吧撤下了这张海报 并向公众致歉 曾经表示 他们设计海报的原意 只是为了搞笑而并非冒犯 然而这张海报所产生的影响 不仅反映了他们的无知 并且对部分人的心灵也造成了损害 宗教信仰学家指出 该家酒吧的海报 的确有些反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主义在内 然而餐厅对此采取的行动十分正确 并值得广大民众赞扬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我现在人在纽约 为您报道今天4月8号星期四 美股收盘的最新情况 周四美股市震荡收高 标普白指数再创历史新高记录 主要股指开盘是涨跌不一的 倒是开盘小跌 但是纳指则是涨了108点 另外今天劳工部稍早市公布的报告显示 上周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是报在74.4万人 这数字是意外略高于预期的68万人 而不胜理想的首身失业救济人数公布之后 使得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小幅的走低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1.65% 这对于科技股来讲 这是好的消息 科技巨头都受到了激励 包括像脸书 亚马逊苹果Nefis与Alphabet这些科技大厂 今天收盘是股价都上涨了超过一个百分点 此外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今天是发表谈话了 他是在IMF春季线上论坛表示 美国的经济复苏仍然不完整不均衡 大约还有900万到1000万人 仍处于失业状态 需要继续的得到援助 他也承诺会持续的为经济提供支持 此外鲍威尔也强调 美国的通膨目前的问题并不大 而今天收盘时主要股指是全面收涨的 道指收盘是涨了57点 最后收报在33503点 标普白指数上涨17点 报在4097点 纳指则是涨了140点 最后收报在13829点 至于在经济数据部分刚刚提到 劳工部在今天稍早公布了 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是报在74.4万人 高于预期的68万人 至于前值是从71.9万人 上调至72.8万人 而截至3月27日当中的 美国蓄领失业救济金人数 是报在373.4万人 高于预期的363.8万人 至于在各股消息方面 首先来关心的是 阿斯利康交易代码是AZN 今天收盘时股价是涨了2.23% 收报在每股49.50美元 因为曾经在欧盟各国爆出多起血栓的案例 欧盟药品管理局是建议血栓应该列为 施打阿斯特杰利康疫苗的罕见副作用 而英国的监管机构也认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该疫苗有引发血栓之余 所以是呼吁30岁以下建议是不要施打 但是仍然强调 这个施打的风险还是少于它的好处 这好处还是比较大的 而另外这支个股来关心的是 皇家加勒比邮轮交易代码是RCL 今天早盘一度股价是跌了近4个百分 点而不过收盘时跌幅缩小 是跌了1.37%之后 收报在每股89.79美元 皇家加勒比邮轮在早前宣布 他们有部分的航线将会延长他们停航的时间 这个消息影响到邮轮股 今天表现都是不太理想的 好的 以上是华语电视记者文威廉 在纽约所做的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4月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于心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